10月5日,昨会总统在亚加达国家纪念碑广场 主持了印尼国民军建军78周年庆祝仪式 并发表重要讲话 印尼国民军建军78周年庆祝仪式 与近日在亚加达国家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 据了解,今年的活动以印尼国民军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爱国者 让印尼富强的民主捍卫者为主题 所愧总统出席仪式并担任仪式督查 总统在致辞中对印尼国民军建军78周年表示祝贺 并感谢印尼军队对国家的勇气、专业和奉献精神 总统透露,公众对印尼军队的信任度不断增强 未能继续保持这一信任 印尼国民军必须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形势和 地缘政治升温情况下 准确地制定具体步骤和战略 总统在致辞联军worth地表达 总统一种目的是 总统 uitico,地汇度观感谢 奶b心理和団状 混音箍也通知军 整uruh anggota TNI yang menjadi benteng terdepan pertahanan negara, yang menjadi Kekuatan Pelindung Rakyat, yang menjadi Perisai Penjaga NKRI, Perisai Penjaga Pancasila, Perisai Penjaga Undang-Undang Dasar 1945. Saya senang kepercayaan masyarakat terhadap TNI terus terjaga 总统还指出世界粮食危机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世界供应链中断导致 目前已有22个国家限制甚至停止出口粮食 印尼国民军必须对其保持敏感性因为粮食问题会影响国交稳定 总统还说目前已进入政治年国民军应继续维持和平状态并在选举中保持中立 仪式上总统为在旅行职责时表现优异及做出贡献的印尼军队士兵颁发了荣誉勋章 仪式结束后总统一行人共同观赏了精彩的空中表演和阅兵仪式 据了解今年的阅兵仪式共有4630名军人参与和130件防卫装备 美图新闻 中立报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